凤九听了私命的话 害怕帝君历劫失败 主动梳妆打扮 承认自己就是落水的姑娘 宋玄仁看到小九如此美貌 梅花眼笑 并将凤九册封为美人 叶将军却看起来有些失落 宋玄仁告诉母后册封的是 母后认为凤九身世不明 让她再观察凤九一段时间 凤九挑选婢女 看到一位婢女脖子上有蝴蝶胎记 便留着一位婢女 留下了她 询问后才知道 她就是慕风蝶转世 宋玄仁晚上去探望凤九 想要询问凤九的家世 凤九敷衍了过去 凤九还未被正式册封 宋玄仁不便久留 身边的老臣提议 让宋玄仁去看望初晚 王军拒绝 直接回到自己的店内 凤九怀念帝君为自己烤的红薯 在皇宫内亲自动手烤红薯 宋玄仁看到凤九烤红薯很新奇 开心地和凤九一起吃起了红薯 凤九怀念帝君 向宋玄仁说起这位烤红薯的故人 宋玄仁不知道说的是曾经的自己 竟有些吃醋 两个宫女在背后议论凤九 敬为君的人听了有些气愤 叶将军坚决维护凤九的声誉 楚晚给念初音传信 却被大皇子的婢女拦截 宋玄仁听说楚晚念家便去看她 楚晚得知宋玄仁母后 在她一出生便去世了 就编出了同样可怜的身世 宋玄仁深恋爱 承诺在楚晚深沉时陪伴她 楚晚准备去给贤太后请安 遇到了大皇子 大皇子说出了楚晚非歌传信的内容 并询问楚晚和亲的目的 楚晚看出大皇子心怀鬼胎 不是好人 宋玄仁去看望楚晚 楚晚正准备为她弹奏古琴时 传来了凤九晕倒的消息 宋玄仁连忙去看望凤九 楚晚也跟了过去 凤九从昏迷中醒来 错把宋玄仁叫成了帝君 宋玄仁觉得很奇怪 凤九称自己是口误 凤九发现宋玄仁真的喜欢上了自己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凤九能帮助帝君经历情节吗 与之后事如何 请登陆腾讯视频 搜索三生三世证上书 速看吧